成名大师挥了挥手 四名五僧过来 把令狐小新和李烈带出了大雄宝殿 又有一位僧人拖着盘子走过来 盘子上是一壶酒两个杯子 他来到五天涯面前 五天涯提壶把两个杯子针满了酒 小代知道是要敬他 也不客气 走到跟前端起一支酒杯 五天涯端起另一支杯子 在此饮酒虽是对佛门不敬 但你功在武林 当魄力相尽 与小代一碰杯一眼而尽 小代一仰脖将这杯酒干了 把杯子放回那僧人的托盘 我总算对侠义道 对师大侠有个交代了 话音普落人影连闪 十几个人掠进了大雄宝殿 为首的一位子依劳折冷道 小代 你快把我的孙女令狐小心交出来 不然老夫将你碎尸万段 有人认得 来者正是太平庄的老主人令狐英 令狐英话音一落 他身后有人阴惨一笑 那小子跑得倒快 咱们和你脚前脚后竟没追上 正是川西阴风洞的西斜黑蝙蝠 这里已经没我的事了 令狐小心和李烈毒害了石大侠 他们嫁过于我 我这回找到了正主洗清了自己 你们想要人朝少林寺要去吧 我嫌啥了你再说 令狐英怒吼一声 呼的一掌向小代虚空袭出 掌力雄魂 携雷霆万钧之威 小代不能躲避 他要是躲开 三七二臂将会尽数为掌力所伤 所以怒吼一声 提权力一掌音出 拨的一声掌力相撞 震天大响 小呆的身形一晃退了两步 拿装站稳 令狐英后退竖步 一张嘴吐出了一口血 好掌力 他这奔雷掌已有六十多年的修为 可以开杯碎石 催筋断玉 想不到 竟败在了小呆的掌下 这也是他回归中途后 第一次落败 带平道领教你几招 话音未落 一个轻衣道士 抖剑弓上刷刷刷 一抢身就刺出了十二剑 在场有识货的 一看就知 此人乃是剑道名家 但却不认识此老 知必非中途人士 小呆左晃右闪 险急万分地躲过了 清衣道人的抢弓 抽玲珑刀 抢入剑圈 施展四枚刀法 和清衣道人拼斗一处 四枚刀法四招一连时 果然是神威非凡 清零曼妙中 小呆如同一位女子 在起舞翩翩 道人那凌厉的攻势 和狠辣的剑气 在她的舞姿中 化于无形 试想 若这一套刀法 在一位美女使来 该是怎样的月幕好看 斗道三十招 道人的长剑 被小呆的玲珑刀隔中 当即一段为二 道人一惊 正想抖身外跃 小呆的一招贵妃敬酒 已经把玲珑刀 进到了她的胸膛 小呆身形一旋避开了 道人胸前的血洞里 喷出了一条血剑 竟丝毫没有见到她的身上 道人失手栽倒 一命呜呼 小呆持刀傲力 我说过 人已经交给侠一道了 你们炒我要 我也没有 你是罪亏祸首 有人冷喝一声 急声而尽 身后呼呼啦啦 又跟进了二十几人 小呆认出 来者正是小王子 和她的那些妖魔鬼怪 小王子一出现 小呆就危险了 只因粉蝎子林芳 就在她的身后 若小王子 暗示林芳杀了小呆 小呆将凶多吉少 但小呆浑然不知 她对小王子道 你说这话是放屁 他们不嫁祸我 我能管吗 你愿意背这罪名 让人骂 让人追杀吗 哼 你若交出令狐小心 我或许可以不杀你 你就那么自信杀得了我 在密室 你说杀我如他能取物 你就取取看 他不逼小王子 小王子或许 还不想现在杀他 还想利用他对付太平庄 收罗来的那些奇人异事 但他这一倒逼 小王子动了恶念 突然仰面狂笑起来 小王子仰面狂笑 就是让林芳出手的信号 小王子明明已经发出了 让粉蝎子林芳出手 杀小呆的信号 但是林芳竟然端坐在那里不动 他甚至根本就不看小王子 小王子心中一惊 知道林芳那里出了岔头 也不好揭破 真的就没人肯杀他了吗 身后竟然没有人应声 有人心想 有倒是有 可杀得了才行啊 殷山圣母的脸上挂不住了 只因林芳是他的徒弟 分明小王子发出了 让他动手的信号 他却洋装不知 这如何让他向小王子交代 殷山圣母一抖扶尘 走出了人群 沉声道 带平尼领教你几招 梅剑池接声道 他说得不错 人在我们手里 你就朝我们要吧 他不是狭义到中人 在此最有资格出手的 是我 你可是邪剑 梅剑池 掏出了怀中的宝剑情人 正是 好 平尼就会你一会 一抖扶尘 震出了丝丝缕缕的净力 向梅剑池甩了过去 周遭的人 已经赶到扶尘上 净风的轻扰 甚是凌厉霸道 梅剑池不退反进 短剑一划 青芒避现 将扶尘甩出的净力化解 青芒旋即席 向了殷山圣母的前胸 殷山圣母 收扶尘 回护将青芒震开 但青芒又一跳 直取面门 变速之快 时事匪夷所思 人们根本看不见人影 只看到的是 闪动的青芒 实则 人已化入了青芒 殷山圣母之急 也避过青芒 扶尘 急抖去 缠裹那青芒 但青芒抖得大致 扶尘丝 竟被青芒斩断似非 击到了人身上 更像一片片碎刃利刀 殷山圣母的手上一倾 青芒 顿然消失 消失在了 他的胸膛里 一声惨叫 身形后飘 一头栽倒在地 仅六招 没见吃 就杀了享誉江湖 四十年的 一代与内高手 殷山圣母 师父 凌方 凌方尖叫一声 起身扑向了殷山圣母 抱起师父 声泪俱下 师父 殷山圣母吃力地握住 凌方的手 为什么不出手 我刚刚知道 我已怀了她的孩子 那你就真心跟了她吧 为师也就放心了 师父现在才知道 这次出山 为你师姐报仇 原本 就是一个错误 手慢慢松开 眼睛慢慢闭上了 师父 凌方腐蚀痛哭 小呆 经得目瞪口呆 一经 小翠竟是殷山圣母的徒弟 二经 没剑吃的武功 如此了得 小王子冷道 没有人 肯杀小呆 还没有人杀得了 这邪剑吗 人影一闪 一位黑衣老者 略向了没剑吃 也不答话 轮掌就拍 冷寒之气 骤然波及四周 临近的几盏灯竹 为之熄灭 青芒 右线 直迎向了那老者的掌风 老者急忙收掌变招 一势横展 掌势变成了刀势 青芒 竟不回避 依然直取老者的前胸 所机之部位 即是非回护不可 老者闪身 避开了轮掌 又砍 这样 青芒 却抢上了先机 趁势急悬 隐没于老者的掌尖 老者惊叫一声 飘然跃开 一只手掌 自腕而断 掉在了地上 老者近前 捡起那手掌 身形一掠 飞身 掠出了大殿 有人认得 知道这老者 正是冷煞 害时七煞 仅有他幸存 现在又被梅剑吃 斩断了一只手掌 梅剑吃 在不到一盏茶的功夫里 连胜宇那两大高手 立即震慑了众人 连少林寺的众僧 以及侠义道的群雄 也想不到 他的武功 竟如此精进 令狐英 沉声道 不知谁肯助老夫一臂之力 老夫自当感激不尽 小王子的部下 都是花钱手买来的 他自然可以一指气势 但令狐英 对这些老怪物 却不得不客气了 但这些老怪物 仍然不肯买他的账 一则 他们忌惮五天涯 虽之他受伤 又中了毒 言之 现在不是已经痊愈了 二则 他们意在夺取归天秦 不想为了令狐英 真的舍命苦拼 而且在场的人多 互相依靠观望 齐连山赤火洞 烈火神君大喝一声 待老夫领教他们几招 他昂然走出人群 莫在此刻 殿外轰隆隆地 传来了几声巨响 满殿为之震惊 喉咙又是一声震天的大响 承明大师未曾开口 尽心尽词 已经飞裂出了殿外 梅剑痴对烈火神君道 尊驾又是何方神圣 且连山赤火洞 烈火神君 说着袖袍一服 一股赤火 袭向了梅剑痴 梅剑痴没料到 烈火神君的袖子里 竟然能够喷火 遗憾被那串火蛇 逼退了四五步 刚一站稳 烈火神君栖身而至 另一只袖子中 又喷出了一串的火蛇 袭向了梅剑痴 梅剑痴急忙又闪身避开 烈火神君的两条胳膊上 都带有喷火筒 暗动击阔便可以喷火 不明之人 还以为是妖术 自然害意 他内功外功 轻功 具已达到了 与内高手的境界 但不想无意地损耗功力 只是想卖弄一下 看家的绝技 应付一下令狐英的求援 于是 他见梅剑痴闪避 得寸进尺 双袖连辉 火蛇胶体喷出 把梅剑痴 逼退了树部 突然 梅剑痴 单掌虚空推出 一道耀眼的赤光 袭向了烈火神君 竟然是用雷电 神功 催动激发的雷电掌 烈火神君 并不想与他队长 比拼功力 身形向后 一个云里翻 躲过了梅剑痴的掌力 身形落道 真爱厚生可畏 佩服佩服呀 站到了令狐英的身后去了 他心中暗想 我还出面 比划比划呢 这么多人 尚有一招没出的呢 小呆剑梅剑痴 仆师 雷电神功 心中更是惊骇 就在这时 静慈 静心 回到了大殿 两个人来到 成明的跟前 禀告方丈 是才有雷势三鹰 潜入寺内 抢走了令狐小星 炸死炸伤 我八十余名僧众 阿弥陀佛 小王子 对令狐英道 令狐前辈 小星姑娘全身被救 咱们再战无意 待明天 再和他们理论如何 也好 带上尸首 咱们走 咱们走 不许走 没见迟到 武天涯却道 送客 武天涯对殿内的情势已了然于胸 他知道 对方的来者都是与内高手名秀 纵然自己一方人多 但精锐毕竟少数 倘若对方人人死战 败的还是自己一方 线下令狐小星已经被抢走 再战下去 确乎没有多大的必要 况且 明日可能还有大战 应该保存实力 太平庄和小王子两股势力 此番夜闯少林寺 可以说是撞了一鼻子的灰 好在雷势三鹰 趁殿外的空虚 将令狐小星抢走 否则 他们是一败涂地 令狐英和小王子率重 带着同伙的尸首离开 尽心尽词 代表少林寺方丈相送 殿内刚刚平静 争风又起 小呆见燕小云和江陵 已经劝慰的小翠 节哀不哭 又见小王子等人离去 便对成名大事道 风证道师 可否能给我们一家 找一间禅房歇身一夜 虽然寺中不留女眷 但他们实在是无处可去 还望方丈大发慈悲 五天涯道 便是我一夜不睡 也应该给你们 找个睡觉之处 方丈大师 会破例招待你们一宿的 知客僧 想必已给你们安排好了 那我们就回房休息了 没见吃冷的 等一等 你们可以去 江陵得留下 她已经是我的未婚妻 小代一正 头目江陵 老婆 原来你和她早有婚约 梅公子和出此言 我爱过你 但我还是决定嫁给她了 我们已经结婚数日 你认为她的武功比我高吗 抑或 她十分会讨女人的喜欢 我说不清楚 总之和她在一起 我就觉得很开心 小代只觉这话好不受用 情不自禁过来亲了江陵一下 嗯 真是好老婆 其人太甚 梅剑持忍无可忍 栖身而上 一剑刺向小代 小代推开江陵 本能地转身出张花姐 你怎么这样 还喜欢人家抢老婆的呀 梅剑持恼羞成怒 一剑不中 又刺一剑 一连刺了七剑 小代的衣服 偏偏被剑气削落 几乎赤光了上身 一时火起 抽出玲珑刀反击 两个人终于交手 厮杀在了一起 这两人一交上手 无异于龙虎争斗 静气波及三丈之外 人们功力轻的 只觉静气 刮面如刀 急忙躲闪 功力高的 也不得不运力相抗 但见青芒和蓝光闪烁 书和书分要人眼目 两个人 以快对坎 纠缠不休 青芒是梅剑持 其剑情人 蓝光是小呆的 宝刀玲珑 小呆自然施展的是 四枚刀法 他并不经常使用 这套刀法 更多的时候 是用玲珑刀 借光反射 或者是用掌 只因 他没有多少时候 与人贴身私斗 今日 连玉两大高手 迫使他不得不使用 玲珑刀贴身进战 如此一实战 更加感到 四枚刀法 妙曲横生 威力无穷 虽然是四刀一气使出 但其中暗藏着 诸多变化的法门 似乎贵妃 不但能够敬酒 亦能投怀 换杀和败月 而西施不仅仓 不仅能换杀 亦能敬酒 投怀和败月 如此变化组合 妙招叠出 后世无穷无尽 甚至四美同时换杀 或者同时败月了 这样一来 便刀随心发 挥洒自如 似乎不仅仅是四美 而且刀下 有着千千万万个美女 在漫舞 千字百态 美不胜收 别说旁观者眼花缭乱 看不出端倪 竟连小呆自己 也搞不明白 怎么这四美 竟能变化出 这千姿百态的招式来 挥洒漫舞中 只觉身心合一 飘飘欲仙 如同腾云驾雾一般 只把功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大事 酣畅惬意 没见吃 大可与小呆匹敌 他武功底子 本来就好于小呆 凭自己修的电工 西年尚可与武尊血魔 这样的与内一等一的高手 名秀对敌 此番 经三先生的轻受 雷电神功 和凌云手点拨指导 武功日进千里 终成大器 他天资聪慧 本是武学奇才 对手愈强 斗志愈胜 临战中 善于随机应变 拆招破式 心道见道 浑然一体 若非对方是小呆 但靠他的情人旗舰 亦能在兵器取胜 而小呆 玲珑刀 即更古宝器 若是阳光灿烂之日 或是满月之夜 在室外搏斗 神威发挥出来 甚至连旁观者也会受伤 只因玲珑刀的反射之光 已把小呆 所发功力提高了数倍 两个人 骑兵宝器 旗鼓相当 自然斗得不分高下 两个人已斗到四百余招 但仍然是丝毫不慢 只因两人的功力深厚 绵绵如江海而不绝 五天涯终于发话道 住手 两个人默然分开 各自收功纳器 一起投目五天涯 小呆 你以前真的不知道 他与梅剑吃有过婚约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已经有了两个老婆 还在乎少他一个 他被妙手摆剑 逼得上吊自杀 我救了他 他非得嫁给我 不如不娶他 他还要上吊 他说的句句事实 请五大侠为我做主 五天涯对梅剑吃道 事到如今 就算你杀了小呆 还能得到他的心吗 梅剑吃对江陵道 想不到你这么薄情 只怪你太痴情了 你领他们去歇息吧 我们还有事商量 小呆 小呆就领着三个老婆 随支克僧出了大雄宝殿 来到了一间产房 室内已亮起了灯烛 原来室内有四张单人床 便又加了两张 准备得果然周到 进屋后 高招和绝招 忙着铺床打洗脚水 燕小云忙着给孩子换尿布 小呆坐到了一张床边 沉着脸 显出闷闷不乐的样子 你还生我的气呀 梅剑吃武功比我还好 也可以震慑住百戒 你当初我怎么不去找他呢 现在说这话 你不觉得 没有什么意义吗 小翠道 就是呀 三妹已经是你的人了 你还能修了他呀 小呆一听 气不打一出来 对小翠道 我还没问你呢 问吧 你是不是想知道我的真名 我可以告诉你 等我洗一洗脸 小翠洗完脸 除去那些易容物件 轮到小呆傻眼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